没错,这就是人类,设计者的亲儿子,又被杜老师踢爆有特权 嗨,大家好,我是杜老师 每个人小时候都可能曾经养过一只小猫或小狗 他陪伴着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 但人还来不及长大,他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 人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无常,非常的受伤 内心很疑问,宠物们为什么寿命都这么短,不能跟主人一起活到老呢 第一次看侏罗纪公园,被巨大万龙的温柔给吸引 它的体长可到21公尺,刚好等于是两台公车的距离 人如果能穿越过去,抓一只来当座骑 那在一家子的人都不成问题 而且你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可能还在骑 因为巨型动物都很长寿 平静地看着主人的出生又离去 渺小的浮游,他的生命只有一天 招生就目死 在2022年的12月 全球最长寿的归星人乔纳森 迎来了自己190岁的生日 同样都是动物 为何寿命的长短差别是如此之大 这问题的答案,我们就来设计看看 我们的世界是一套电脑系统吗? 如果是,设计者们设定各种隐藏规则 建构一套可以重复运行的模式 就让杜老师来讲看看 今天杜老师带大家来设计什么呢? 就是动物的寿命 先快速复习人类寿命的公式 A-B等于123-B A等于123岁 是个常数 是目前人类能活到最老的今世世界记录 B则是个变数 是个简像 因为人有各种变化、生病或发生意外 这导致人活不到123岁 又无法确认数字是多少 所以每个人的寿命长度都不一样 世界是一套系统吗? 那人知道自己活到几岁时 就会被系统回收呢? 当然没人能知道 所以,意外显很便宜 保障却很大 要加减买一下 根据生物学家的研究 估计地球的总物种数量 占为870万种 动物约777万 占89% 那么是不是每一种动物的寿命 也都是A-B 编号1 熊猫 公式可不可以设计成 A-B加C A等于30 由于熊猫曾经是病危动物 打从出生起就有专人强力照护 人工挤奶、喂奶 帮忙刺激排便、清洗竹叶、监控生理指标 随时关心情绪 还有专业的医疗团队Standby 但一般人在动物园只负责看到熊猫很可爱 超年人 每天吃好睡饱 只是人抵不过生命的加速 所以史上最长寿的熊猫 是住在香港海洋公园的家家 以38岁的最高龄去世 B等于是多少 根据考古挖掘 有熊猫的骨骼大量出土 推估是遭到人类的祖先猎杀 因为熊猫的肉多可以吃 皮毛又很保暖 那B值就很乱 寿命大减 C等于8 是固定值 设计者就觉得它可爱啊 就让它活久一点 偷偷给它加8年 于是公式的结果是 A-B加C等于30 -B加8等于38-B 那A就直接设定成38就好 何必多诺个C 应该变成38-B 还是回到A-B的公式 熊猫一开始的设定 是只能活到30岁 但设计者喜欢它 就偷加了8岁 就可以与人类在一起久一点 结论是 熊猫到底是熊还是猫呢 熊猫动作迟缓 完全没点敏捷 体型大圆滚滚 非常不像猫 所有的猫科动物 狮子 老虎 和豹 设计者故意关掉了 它们的甜食基因 所以珍珠奶茶不好喝 只有肉才好吃 但熊猫刚好相反 它被失效掉肉食基因 明明具有肉食动物的虾化系统 却对小鲜肉食之无味 所以几乎吃树 更不像猫 熊猫不都眠 虽然也吃昆虫 但祖食是竹子 又非常温馴 而北极熊是陆地上最大的肉食动物 祖食是海豹 站直可以高2.5公尺 体重个达800公斤 人类看起来很威胁 所以熊猫也很不像熊 但还是被归类于熊科 只是自成一属 是最孤独的熊 科学家将熊猫的DNA 进行基因组测序 研究结果显示 最接近熊猫的 不是熊 不是猫 而是狗 还有一种隐藏版动物 听说只要几天没睡觉 就会进化成熊猫 长得很可爱 却没人爱 所以说 睡眠很重要 编号2 企鹅 公式可不可以设计成 A-B-D A等于46 体型最大的皇帝企鹅 木榨动物园也有 是小朋友的共同回忆 最老的有活到46岁的记录 B等于是多少 在海洋馆做各种表演的海狮 看起来可爱 但它可是海中的狮子 非常凶猛 是吃肉的 和海中的豹 都会攻击企鹅 可以一口吞 D等于是多少 是另一个变数 企鹅们在陆地上被追逐 就往海底跳 可以潜水20分钟到一小时 但海里更不安全 大白鲨和虎精随时会冲出来 满口的牙齿 企鹅又被一口吞 公式的结果是 46-B-D等于46-B加D 那把B加D合起来就好 一只企鹅在陆地上会死 进海里也会死 不需要多一个变数 又回到A-B的公式 以上才两种动物 还有777万-2等于7769998 这么多的动物要设定寿命公式 妈呀 要设计到什么时候 还有其他动物的公式呢 第三种 A-B加C-D加1 第四种 A-B加C加啦啦啦啦啦 以此类推 26个字母全用上 A-B加C-D啦啦啦啦啦 头都昏了 等等 刚刚不是说过 公式再怎么复杂 只要是固定数就相加 变数也全相加 推导到最后 还是会收敛回到A-B 所以有没有发现 人类寿命的公式A-B 就已经是思考推演之后的结果 因为有一个常数A 它造成限制 人最高只能活到123岁 因为还有一个变数B 它造成开放 也就是无法预测 一个人活到几岁都有可能 一条公式只含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 就达成最完美的结果 再怎么复杂化 人得到A-B同样的效果 所以参数简单 公式也简单 这就叫做大到质减 各位的手机用久了越来越慢吗 还很容易就没电 那是因为装了很多APP小系统 都会占用记忆体 即使没使用 有些会偷偷常租在背景程式 一直发通知草食人 也很耗CPU 杜老师教你 把不再玩的游戏全移除 通知功能全关闭 然后再使出大绝招 将手机重开机 就有机会不再女神卡卡了 这也是一种大到质减 世界是一套系统吗 大到质减非常重要 因为系统的资源不能浪费 开堆没有用的参数 就是浪费记忆体 复杂的公式计算 就是耗用CPU 只会让系统的效能很差 过年抢车票吗 按钮按下去就一直转 楼顶很久 等到将来开放生命自动复制功能 伺服器就很容易撑不住而挂掉 世界就毁灭了 所以人类又回到是设计者的亲儿子了 这么美又简单的公式 就是人类的寿命 怪怪的哦 所有动物的寿命也都是A-B 熊猫38-B A等于38 企鹅46-B A等于46 还是有770万种的动物的A值要设定啊 其他班也做不完 一辈子也设计不完啦 真的怪怪的 各位大大 你想成为世界的设计者吗 要不要想想 怎么样才能解决掉这么多种动物的寿命呢 再看一试公式A-B 会不会觉得非常单调 但已经是数学归纳之后的结果 公式为什么只有加法跟减法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 没错 设计者就是利用乘法和除法 来快速一键解决 设计者利用光的绝对 时间变成相对 动物的寿命也成为相对 我们得先回头看公式 相对论调整参数X 当X大于0小于1 会造成时间膨胀 体重变大 长度收缩 所以动物的寿命公式有两种 看人类是摆在哪里 当人类在左边时 人类的时间膨胀 动物的时间收缩 寿命公式为T0 等于123-B乘X 这个是惩罚 当人类在右边时 人类的时间收缩 动物的时间膨胀 寿命公式为T0 等于123-B乘X 这个是处罚 在我们这个世界 两种情况都会发生 人类的寿命123-B 只需要乘上或除上X这个小数 就可以快速设定出 770万种动物的寿命 加体重 加体积 这样讲还是很抽象 回到开头的问题 小狗和小猫 X是0.2 它们的时间压缩了5倍 相对人类活100岁 小猫最多只能活20年 因此主人只能哭着 让它们离开 巨型万龙 X值等于0.33 它们的时间膨胀了3倍 相对于人类活100岁 专家说 万龙有机会能活到300岁 可以成为主人的传家宝 世界的动物何其多 无法简单用两个案例 就能做完全的说明 所以接下来会拍一系列的影片 会以人类的寿命的角度 来理解各种动物的相对寿命 设计者就是要以人类观察的角度 来理解什么叫做相对的世界 我们在缩小范围 近代哺乳类占领了整个世界 根据专家的观察 心脏跳越快的哺乳类 寿命就越短 心脏跳越慢 寿命就越长 再继续研究发现 所有哺乳类的心脏 在一身中跳动的次数都非常接近 大约是11次 所以设计者很公平 心脏的耐用度都一样 但也很偷懒 因为心跳数设定成常数等于10亿 其他的调整项就交给相对认公式运作就可以了 这又是一种大道治解 小老鼠 每分钟心跳500次 大约活5年 总心跳数是13.1亿次 有没有摸过家里喵心人汪心人的心跳呢? 杜老师摸过 真的非常快 怀疑是不是生病了? 原来这是正常的 每分钟心跳150次 大约活15年 总心跳数是11.8亿次 大象 明明这么大只 每分钟心跳只有44次 大约活50年 总心跳数11.6亿次 其他狮子、毛虎等等各种哺乳类 在寿命与心跳数上可连成一条线 统计学上是呈现重大的直线相关 因此称为实义心跳理论 在搭配上相对论公式 时间收缩的动物 心脏就跳越快 寿命就短 时间膨胀的动物 心脏就跳越慢 寿命就长 心跳的次数一样 却因为时间的相对 而导致心跳的频率 也就是间隔时间不一样 再导致寿命不一样 这就是寿命长短的相对 唯独有一种动物 每分钟心跳72次 如果活100年 那心跳次数超过30亿 是所有哺乳动物的三倍 是这条线的例外 在这里 是遥远银河中的一颗 闪闪发光的超新星 没错 这就是人类 设计者的亲儿子 又被杜老师踢爆有特权 杜老师 你是在大声什么了 你不是人类吗 啊 狮子是毛科动物 我差点忘了 科科 如果以11次计算 人类大约只能活30岁 的确古人的寿命是这样 但现代人已经在拼123岁 朝一万岁迈进 上次说 设计者控制了长寿的秘迹 不想让人类活太久 现在看 却是个美丽的误会 因为相较于各种动物 人类可是获得了 振兴三倍券 免费铃 你现在活超过30岁了吗 想想其他动物 每超过一天都是捡来的福分 要谢天谢地 最后是你学会 动物寿命的设计了吗 从下一集开始 各种动物究竟能活多久 就交由你决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